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场指数上涨124点 收在15929点的一个位置 台北股市在昨天我们就谈到过 说台北股市 它其实从昨天开始 它就进入到过度投机 而结构性要去做改变 今天的台北股市 它试图要去做改变 譬如说台积电 它开始去做图振 就股价里面来讲话 奋力至强 呈现了一个上涨 但是我们可以发觉到 很多的个股它就进入到什么 快炒部队 什么叫快炒部队 因为有太多的个股 它的本益比它会拉得非常的高 它虽然是一个有话题性的个股 不管是在军工国防 或是我们说在之前的 除能概念个股都是这样子 所以它虽然在未来里面 有一定的话题 但是你的股价拉很高之后 随着整个一个 我们说台北股在最近 有快炒部队 两串交空手道 隔日冲一堆的 它就形成一个暴巨量 暴巨量之后 在这种情况之中的台北股市 到底要如何的看待 这些暴巨量的个股 有节能的 有军工国防的 大家也有很多人担心 下个礼拜是台积电的法说会里面 以及美台超级的法说跟财报中 就开始避 避所谓的一个族群 把电子个股资金 避到一些所谓的生计 或是我们说的内需型的消费 这样子到底如何的看待 我们对于整个台北股市 我觉得目前的结构 它还是要调整 你快炒部队 你这样炒炒炒 这边爆量 那边爆量 然后过度的资金的倾斜 它可能都会造成一定的后座力 虽然今天的台北股市 它试图结构要去做调整 但是以今日的盘面上面来看 它的结构还没有调整完成 蜀方永远实话实说 在这个节目里面 所以我认为在这里面来讲话 整个台北股市 它是属于短线上面来讲 短兵相争 什么叫短兵相争 就是说你现在的多空 它会在这边里面来讲话 根据你的筹码面 根据你的基本面上面的变化 它去做一个谁与争争锋 有些人如果说嘎空胜出 股价就可以进行 比较高的一个操涨 有些筹码如果一旦乱掉 它就会进行一定的整理 然后这个整理的时间跟空间 就是由什么 我们说第一点 是由基本面支撑出来的 它在由基本面上面 它去决定它整理的时间跟空间 我觉得台北股市在最近里面 你可以发现到 KD指标时而向下 时而向上 昨天交叉向上 向下了 今天向上也还没有交叉向上 如果把它打开来看 它其实是一个动画的结构 但是在今天的一个指数上面而言 也是创下近期的新高 你可以发现到量人跟它的KD 它并没有同步的一个创高 所以它始终是用背离 区间整理的方式 让个股去做表现 我也跟大家讲说 台北股市其实在16500点之前 它的主身段都还没有完成 主身段最小的测量的满足 是16500 可是你不要忘记 后面还有345 它称之为扩延波 因为在这种过程中 台积电它这一家公司 如果以Rate 就是叫重估价子来看 我们说我们在之前有讲过说 台积电它的第二季会衰退 因为它是最晚进行库存调整的公司 越早进行库存调整 从去年里面的7月份 下半年就开始进行库存调整 它越快 台积电从上个月才开始调整 它调整的时间一定比较短 不会像别人一调整 要一年半年的时间 它大概半年左右就好了 所以它的下半年就能够恢复成长 2024年它又能够恢复的一个成长 所以台积电的法说上面 我们就跟大家讲 真正的关键就是来自于 它的AI的一个订单 HPC的订单 它能不能够在第二季 比较早的时间去进行的拉货 如果比较慢 那就如同市场猜的 大概9%的衰退 如果它比较早 因为现在有慢慢在拉 我们就跟大家讲说 以目前的状况有慢慢在拉 有开始做拉货的升温 可是如果速度量还不够大 可能就是衰退9% 如果速度量提升的速度很快 在整个4月在5月 不会几到6月份 它可能在整个第二季 它如果衰退的幅度在5%内 这个5%内我们叫中低个位数字 8到9%叫做中高个位数字 所以它如果衰退8到9% 就称之为中高衰退的个位数字 如果是5%内 就是中低衰退的个位数字 那就会优于市场上的预期 预计在第一季之中 在之前的法售会就已经讲了 它的毛利率里面 在第一季它会衰退 资本支出里面本来就会调降 我说这个调降的部分 就如同高雄 高雄为什么它不再做 所谓的一个设厂 因为28Line就是成熟制程 成熟制程在目前中国大陆也好 或是我们在台湾也好 很多的成熟制程的订单 它以现在的目前的产能 就足以应付 所以有很多在像连电 它的很多客户 不是之前就跟它毁约 因为它过去说 你们叫我去做一些的扩产 给我签约金 很多客户就给它付了违约金 但是毁约 很多从之前的驱动IC 一路以来都是这个样子 可是这不一定是坏事情 会让整个一个供给面上面 就不会不断的增加 你想想看 面板不就是因为赔钱 记忆起不就是因为赔钱 供给面才减少的 它的价格才稳定 如果成熟制程不断不断的扩敞 中国大陆也开始自立自强 也不愿意被美国掐出那个咽喉 让他们整个半导体挂掉 这种情况之中 你再去做设厂 再去做扩产 对于你的半导体而言 并不是一件好事情 加上台积电以目前知道的 应该确定 日本跟Sony去做配合 要去做设厂 德国应该是跟Porsche 去做一些的配合 去做车用的一些的设厂 这个部分也不是先进制传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部分里面来讲的话 我觉得不是一件坏事情 但是因为台北股市目前 它的KT指标 在指数创新高的时候 持续的背离 我们就必须要几件事情 谨记在心 第一个 你还是要危机意识 因为我们说台北股市过度倾斜 快炒部队 这边炒一炒 那边炒一炒 爆大量 炒完丢给伞互 它就跑了 然后再换到另外一个区块 我说军工国防基本上而言 这种问题 因为没办法 我属方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是知也 我根本不晓得下任总统 是谁会怎么帮你评估 根本在政治的一个因素上面而言 会影响到产业上面的变化 它是很多的 所以我没有办法去做评估 但是以目前军工国防的概念上面而言 就是两岸关系的紧张 那订单里面来讲的话 我们就是会比较 政府会下比较多的订单 至于那25个公司来台湾 到底是我们要买他们的 还是他们买我的 我不知道 随便消息随便放 看谁怎么放 无所谓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 军工国防的订单 今年 明年很难 你今年接到订单你就看到 就像之前的汉翔 他接到订单说10年大订单 300多亿 对不对 那是2025年以后 才会有所贡献 所以现在就是说 以目前航太公司 以目前航太公司 有经过美国 就国际认证 称之为FAA的认证 台湾只有三家公司 一个就是汉翔 一个是长龙航太 另外一个就是加登 3680加登 他有设备 还有航太 在这种过程之中 我们就以汉翔做个举例 汉翔 虽然他接到那个订单 以今天最新评估的 一个报告上面而言 我是说法人的评估报告 今年就赚2块多 明年还是赚2块多 今天的一个最高 到56.6 那就看大家 你愿意用2块多来买 将近30倍的 应该做20几倍 20几倍的本益比的个股 我觉得它的好处是 今天虽然已经168000张了 今天报这个巨量 但它不是一个巨量式的黑K 在这种过程中 这个量是错的 今天是最大量 报这个最大量 只要今天的低点53块钱 不去做跌破 那就没有很大的关系 你看为什么说台北股市 就有一个快炒部队 这边炒一炒 那边炒一炒 你看中芯店 其实中芯店应该是这一天 这一天4月12号报大量 听我讲就好了 因为这个电脑上面的量 全部都是错的 它报大量是在4月12号的这一天 就隔一天是不是大量区间的下源就跌破了 跌破之后 这短线上面的套牢 所以一洗就洗下来 洗下来之后 你就去看它的支撑 它支撑在哪里 就是月均线跟这个支撑上面 大概就100块钱 如果能够守住 那也没有很大的问题 原因就是说 你要必须 我们说你的低点 就必须回顾到 你的一个预估的 在今年2023年的 合理的本益比跟合理的获利 以中芯店目前反而预估是5块6 5块8 这样的话 应该是在100块钱附近 是可以得到一定的一个支撑 所以我觉得台币股市现在的问题 就是你的快炒部队 你会造成一下这一个 如同龙卷寺的旋风 啪一声就上去了 然后筹码一乱到 如同什么 龙卷风扫完之后 整个一个风吹过去之后 树叶落地 就这样掉下来了 台币股市在最近 就常常出现这个现象 你这个过程中 你就自己去做一些的一个留意 所以我认为在这个时间点里面 在短线上面如果有效 因为我看一下它今天变成动画 一下向上一下下下 如果它是开口的 称之为有效 这叫持续性有效的日KT开口向下 你短线上面就卖 另外一部分 目前的台北股市还没有化解过热 跟背离上面的情况的过程中 请你要操作股票可以 不要增加持股比例 不要使用融资 长线来保护短线 也就是说短线转弱 但中线支撑不破 你可以踩金字塔的方式 分批去做布局 不要一次买满 一次买满不行 在目前的格局上面不行 结构上面过度的倾斜 说快炒旋风 对不对 快炒旋风你的股价就像旋风似的 我说基本上一个股价 像旋风似的这种上涨 它绝对不是在主身段出身段 出身段跟主身段不会这样子 出身段跟主身段它一定是洗 标股曾经拥有 会标的时候你一定没有 为什么 因为它已经到邪恶波 345称之为 尤其第5波称之为邪恶波 所以它这种快炒部队就是这样子 345波这种扩延波这样炒上去 所以在这种过程之中里面来讲的话 你就会发觉到 你如果被这种资金吸引是可以的 那你要问自己 第一个 你能不能够去做停损动作 如果不对的话 能不能去做停损动作 在这种过程之中 它的短线上面 我刚才就跟大家讲 你一旦守不住你大量区间的低点 它就会产生一定的后座力 因为你的快炒部队 就是变成快速性的轮动 你看今天电子股又上来了 地位阶的个股也上来了 原来强势个股里面来讲的话 什么快速传输 AI人工智慧 车源又上来了 所以在这种快炒部队里面 强势个股 如果跌破大量区间的下源 它的短线上面就容易休息 休息到哪里 就是看它的基本面上面 把它支撑到哪里 能不能把它的轨道线的支撑 支撑住 那就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 现在就是因为你是背离的 你是量还没有出来 像我昨天就讲了 就是说昨天虽然是一个大量 但它不是一个巨量 现在都是2500亿 翘坐量比较大 但不是一个巨量 它必须是一个巨量式的黑K 巨量式的黑K 隔一天开低走低 那才是一个 比较风险性的一个讯号 目前美台历经超级财报 跟法说会 你要留意的是利多反应 或利空出境的个股 今天比较可惜的是 3008的大力光 我早就知道林恩平 董事长会这样说了 因为你想想看苹果第三季有新机 第二季本来就会淡 你中国智慧型手机 你的中低阶的一个新品的拉货 你赢得过苹果吗 你赢不过 加上苹果在第二季 它的新品不是智慧型手机 它是MR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个产品 不是那种主力的手机产品 所以它一定会讲的比较淡 现在里面就是来自于它这个 今天这一根黑K 它三日内能不能够收复 另外一部分来讲的话 大家记得吗 它在元月份的一个法说会里面 有讲说好像好了一点点 那时候最低价是1955 1955能不能够守得住 假设守得住也没有很大的问题 因为你现在在一个最淡的时候 你去卖掉 第三季是旺季 那也很怪 我虽然不是很赞成 目前马上去买所谓的大力光 但是如果你手上有的 你要去想 你第三季就是旺季 你都凹这么久了 你就稍微给它一些时间 这是大家自己留意的 我是没有 但是我会给大家这样建议 就像我跟大家讲 你问我台积电的看法 我也跟大家讲 站在台北股市的规划 台积电是好公司 明年会恢复成长 但是因为毕竟 股票有时候要比资金跟速度 因为现在是主身段 后面还有345 它比较有利于中小型 所以我个人认为 应该是选中小型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走的会比较久 也比较会容易有波动 所以在这种过程之中 我个人觉得在这个时间点 台北股市 我是说不要怕它跌 就像我昨天讲 你不要怕它跌 跌的时候里面来讲话 反而是给你的一些的机会 现在里面来讲话 你要去趁着这个4月5月 年限还扣高 还有所谓的低级财报 还有所谓的法说会的一些的干扰 股价里面有跌下来的时候 真正去买到未来2023年 2024年会成长 这称之为本命好 有实力的个股 你要跟上蜀方 在盘中全新的操作 你就趁着广告时间点 打电话进来 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 再针对个股上面 来告诉大家 你好 欢迎回到股市全方位 其实在这种过程中 我们知道台北股市 它分成几种 譬如说非电的族群里面 大家要看指数是跌的 就很喜欢去买一些升级个股 升级个股 我个人觉得如果你买 有业绩的 那OK 随便你 如果你是看坏 整个一个所谓台北股市 因为指数在跌 有时候升级个股容易去做表现 这本来就是每个人看法 鼠方都尊重 可是你这要去选 我觉得最近里面涨的一些 升级个股不一定对 因为他们不会一定都赚钱 我觉得股票还是买有赚钱的公司 有成长性的公司会比较好 第二个就是在政策 政策引导出来的 非电里面来讲 一个就是所谓的军工国防 军工国防它的长期之中 可能又会跟未来的选举的结果 是有关系 你自己去留意 那目前看起来 航太这个区块 跟造船这个区块就看你 造船是本益比更高 那航太已经是超过了 20倍的一个本益比 但它至少是一个政策 除能它也是一个政策 那至于内需型消费的部分里面 因为5月15号之前 内需型消费就是什么 比如说观光 餐饮业 5月15号之前 是公布第一季的财报 他们的成长性是够 不然我为什么过去 10月份叫你们买 对不对 可是你要记住 很多的个股 它的第一季是成长性最高 获利最高的一季 你不要等到财报公布 这个财报好好你才去追 不对 那个部分你自己留意 至于在电子产业之中 它就要分成几种的层面 我说电子产业基本上 要跟未来的趋势跟成长性 它是有关系的 我在之前就讲了说 AI它是一个长期的趋势 它也不是一年 聊天机器人 只是AI的第一个过程而已 那是个baby 一个出生儿而已 未来里面10年20年 这个AI还是要持续的发展下去 一直发展到什么 一直发展到有一个 类似像蜀方这样的一个机器人 我们都去接受在这边讲盘 在那边播报新闻 那个时间点才是AI 人工智慧化完成的那个时间 做不到之前 AI都没有办法说它已经完成 所以AI人工智慧再过来就是车用 因为你就是规定2030到204年之后 是不可以有燃油车的 所以电动车的市占率一定会越来越高 再过来就是新的产品 我们说只见新人效不见旧人哭 这都往往都是这样子 你想想看军工国防跟除能概念各国 在过去一两年之前 股票根本不会动的 就随着两岸的关系 创造一些的话题 随着ESG的一个储能 它带领出来的 这是部分你自己留意的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里面 你一定要去选择有新的一个产品 我刚才讲说 你仔细看看不就是AI 不就是快速传输 不过就是所谓的一个车用电子 再过来就是什么 就是一些落底的 就是什么 春宴已经飞来的个股 在这边去做一些的轮动 这是你自己留意的 当然我说过在这种过程之中 我们就要去选第一季落底 第二季是成长的 你不能够说只选第一季 第一季已经大幅成长 我说内需型消费的部分 你第一季大幅的成长 你5月15号之前你可以炒 可是5月15号之后 你面对第二季之后 那怎么办 第一季最高后面要衰退 那怎么可以 那你现在要去选的 就是第一季 它是OK的 然后第二季是成长的 那你这个部分 你才可以走得远 那我说这家公司 以目前来看第一季 不怎么样 但至少没有衰退 电子产业第一季 跟去年同期相比 没有衰退的 很少 它第一季不怎么样 食品而已 第二季它的获利 就是第一季没算什么钱 第二季就可以赚到一块钱 第三季就可以赚到两块多 有很多的一些的题材 所以在这种过程之中 我刚刚讲的很多 非电的族群跟电子族群 它就是我刚刚讲的那几个族群 多重的题材的个股 所以在这种过程中 你自己可以稍微去做留意 它长线上面 还是属于低机器 第二个部分里面来讲的话 它是属于 它之前里面是叫做车用 车用的一个概念 一直到最近 它才打入到电动车的概念 它这个是全新的领域 配合到还有扩充它的一个产能 稍微扩充一下 然后再过来第四季 还再去做扩充 所以去年赚7块多 今年会赚到10块多 这样是不是有成长性 当然有成长性 所以它第一季的获利 跟去年的第四季相比 持稳向上 第二季又可以成长15% 这个就是有机会 再创新高的 单季就能够到什么 到2块8正负一毛钱左右 就2块8左右 全年我就讲去年是7块多 今年可以到10块多 11块 这样的话技术面的拉回 你就不用过度的紧张 就像我跟大家讲说 3661的事情 我一直跟大家讲说 你这种个股里面来讲的话 你要赚到大钱 你就是要懂得抱得住 你每一天 他没有破线 没有转弱 你每一天都 看他不顺眼合并 就像我说 6235的华福 2457的一个飞鸿 4979的华星光 你就冲来冲去 你不冲别人也在冲 是不是 所以你自己去就有留意 整个一个目前来讲的话 AI人工智慧还是很强 5289的一个一定 有破线吗 没有破线 因为记忆体说实在的 今年里面的获利跟去年相比 都大衰退 都大衰退 但是他们都落底 所以法人来讲 还是估得比较好一点 他是少数不会大衰退的 因为他有一些其他的 跟公控上面 他是有关系的 不用讲 我刚刚就讲了 加登他在未来里面 除了先进制成 跟中国大陆 中美贸易战双吃之外 他在明年 航太的一个部分 会贡献他的营收是比较高的 你自己去做留意 如果你真的 我说稳稳 富贵不用显中求 你要稳稳的 稳稳的一个 所谓的获利的个股 我在之前60块钱附近 是不是就告诉你 整个一个中华车 你看中华车到 昨天最高68块 今天里面来讲的话 还在67.4这边 所以你看他的股价 这样子的操作 不是很稳稳的吗 因为有时候一讲 你看这边给我洗好久 一讲洗好久 就是这样子 这个逻辑 所以不是属方不讲 有些的个股上面 你自己去做留意的一件事情 那我说在目前 除了刚刚谈到的几种产业 什么面板 记忆体 NB PC 部分的手机 落底之外 被动元件 公控MCU 也开始落底 这都是大家可以稍微 去做一些留意的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里面 我个人认为台北股市 最好能够有适度的 它去做结构性的调整 你不能够一直在这种 太奇怪的个股里面 我说军工国防可以涨 但是要正规矩 你不能够在军工国防占比 很少的股票 只是纯粹在筹码占的股票 如果去这样子的一个操作 我告诉你 有钱人会退场 一退场这大盘就会修正 后座力的幅度会比较大一点 所以你可以看今天的股价 那大盘就在调整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去看 我个人觉得目前 不管是4月 不管是5月 台北股市如果有拉回的时候 都是主身段再度上车的好时机 那再拉回逢低布局的时间点 买到更好的价格 更有实力的个股 你要跟着 鼠方操作的投资朋友 你就趁着广告时间点 打电话进来 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